民进党全外会秀政绩。 蓝维狠酸发布假新闻。 总统蔡英文在民进党全外会致辞时,批评国民党长期执政制造许多问题,但不仅不反省,还反过来说要教训改革者。 国民党团今,十六,日照开记者会掳猎。 三十。 点国民党做不到但民进党做到了的倒行逆施的政绩。 党团书记长层民宗更酸,蔡英文说尽七事。 二十。 年来经济发展最好的一段时间,又说民进党最会处理经济问题,但从台湾与世界的经济成长率来看,她强烈质疑民进党发布假新闻。 党团副书记长柯智恩表示,民进党全外会学德国队帅气装扮,但德国队实际上在世界杯上惨败,柯质疑,哪有一个执政两年的总统会怪在野党。 还敢大胆地说国民党做不到的,很多民进党都做得到的,但很多事情却是国民党做不到,像是强行把管,用费发电,送走和四燃料棒,更不敢把政治追杀当转型正义。 民党团团掠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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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掠 还说国民党反改革,民进党全面执政。 蔡英文把武权分立变成皇帝制,立法院苏家全搞出一事不二义,让监委尘师梦变成超级大怪兽干预司法,这都是违法违宪。 立委成一鸣批评,民进党不知道反省施政无能,还转移焦点到国民党身上,说国民党做民进党做更好,但想掌照退回掌照保险法。 喊出的长照ABC也都看不到更用不到,喘息服务平均每周不到二小时,防治空污也是跟能源政策有关,为了天然气发电还要破坏关塘藻礁,空污把修过更让机车组都要抗议。 查看原始文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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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看原始文章